进攻之鸟 战国时期 秦国日益强大 其他六国决定联合抗秦 赵国派使者魏家 去楚国商议抗秦主将的人选 得知春申军打算 让林武军担任主将时 魏家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魏国有一个神剑手 叫庚莹 一天 他和魏王站在高台上 空中飞来一只大雁 庚莹对魏王说 我只用弓不用剑 就可以把这只大雁射下来 魏王正怀疑时 庚莹就举起弓 拉了一下弓弦 弓的一声 只见大雁掉了下来 魏王惊讶地询问原因 庚莹解释说 这只大雁形单影只 飞得慢 叫声又十分悲哀 必然是之前被剑射伤过 惊魂未定 再听到弓弦的声音 就急忙躲闪 因此旧伤复发 这才掉了下来 讲完故事 魏家告诉春深军 不久前 林武军被秦军打败 就像这只金弓之鸟 再让他担任抗秦主将 实在不合适 春深军听完 点头称事 金弓之鸟 本来指的是 被弓弦吓怕了的鸟 现在用来形容 受过惊吓的人 再碰到类似的事 就非常害怕